這邊沒線 他就一直扒一直扒 然後一直沿著旁邊走 他說你去走人行道 這不是你該做的 不是你該走的路 然後他車窗有搖下來 手上有拿的 不知道是棒棍 還是棒球的那個棒 然後在那邊敲 機車行駛在基曼車道 卻遭到後方車輛B車 陳情人好委屈 我們本來就是 本來就應該是兩線道 一個是機車道 那我自己本身也有開車 我自己都會視線模糊了 那更何況是如果下雨 騎機車的人 萬一騎到中間去 被後面的車追撞的話 那這條線因為它不明顯 那警方他如果來處置的話 他到底是這樣 對要怎麼去做一個判斷說 你本來是騎在哪一條道路上面 因為重點是沒有監視器 你也找不到可以造的那個 那個證據 仔細看地面上 原本畫有白色機慢車道線 左邊給汽車行駛 右邊給機車和慢車行駛 但現在都已經磨平幾乎看不到 那我認為這個道路啊 就是應該要重新騎回 那就是清楚的劃分 讓機車騎士跟那個開車的駕駛 都可以知道說他的那個界線在哪裡 那當然就是機車也不要去佔用 那個汽車的道路 那汽車的話也不要硬勢去強逼機車 那這樣子雙方都有各自的路權去做行駛 北陵路上馬路大條 車速都偏快 那人車真道 那這個大車跟小車也是真道 這起B車行車糾紛 就發生在海洋大學校門口前 北陵路往工學館這一段道路 實際來到現場 白色的機慢車車道線 因為時間久了 標線早就看不清楚 容易造成七機車真道行駛現象 今天辦理此會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 希望說可以把快慢車道分隔線分隔出來 因為原本其實路面上就已經有分隔線 但是因為長年沒有去補齊造成這個顏色脫落 那在這邊也要提醒四名好朋友 如果行經快慢車道分隔線路斷時 四輪汽車應避免開進慢車道 那機車及腳踏車亦不可進入快車道 日前有民眾騎機車在這邊 招後方大貨車B車的情形 所以沒有這個快慢車分隔線 其實對於警察日後處理造責問題 是會產生很重大的問題 北陵路道路寬敞又筆直 考量到七機車分道的安全性 市議員藍敏黃辦公室要求專業處 儘快派廠商進場施工 避免七機車征道情況再發生 記者黃少鳴金融報導